在探讨徐楚拿下魏严,所需回合树之际,我们不得不深入剖析这位三国时代的骁勇战将徐中康。 他以超凡脱俗的武艺和独树一致的战斗艺术在乱世中独领风骚。 在那个英雄云集的年代,徐楚凭借着他那不按常理出牌的战术,成为了战场上令人瞩目的存在。 他的战斗哲学,恰似一幅流动的画卷,无固定框架,却处处透露出深邃的智慧。 在与马超的交锋中,这位西梁猛将的灵力攻势在徐楚面前仿佛遇到了无形的屏障。 徐楚以他独有的无招胜有招之法,将马超的每一次刺激都巧妙地化解于无形,展现了其惊人的耐力和战术素养。 两人缠斗两久,终以平局告终,各自彰显了顶尖高手的风范。 在观徐楚与点为之战,这不仅是力量的碰撞,更是智慧的交锋。 点为曹操麾下的猛士以力大无穷著称。 面对这样的对手,徐楚却以柔克刚以致取胜。 他灵活多变的战术,让点为的重拳难以发挥威力,最终双方均因体力耗尽而握手言和。 至于与赵云的较量,则是一场速度与策略的双重考验。 赵云,属汉的枪神,以快若闪电的枪法和敏捷的身手,闻名侠耳。 然而,在徐楚面前,他的速度优势并未能完全展现。 徐楚以他独有的乱中有序之战术,精准捕捉赵云的攻势漏洞,成功化解了一次次危机。 这场战斗,同样以平局收场,证明了徐楚在速度与技巧上的卓越能力。 综上所述,徐楚的战斗风格虽看似杂乱无章,实则蕴含了深厚的战术智慧和实战经验。 至于他欲生未严所需回合数,则因双方实力、状态及战场环境等多种因素而已,难以一概而论。 但无论如何,徐楚那独特的战斗艺术和坚韧不拔的斗志都足以, 让他在三国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 实则,其魅力蕴藏的是深邃的武学哲理。 在与顶尖高手的交锋里,他凭借独到的战术智慧与现场应变之能, 竟能与敌手平分秋色,甚至在逆境中全身而退,进行其武艺之精湛与将领之志勇。 在三国这一纷扰的时代背景下,徐楚以其别具一格的战斗艺术树立起了令人敬仰的武将形象。 谈及徐楚,这位三国时期的勇猛战将,其魁梧的身躯与超凡的武艺, 在历史的战场上,镌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 面对超一流高手,他虽能维持均衡,甚至逆境脱困, 但在与一流高手的较量中,却显露出另一番景象。 虽游刃有余,却难觅决定性胜机,多以平局收场,展现了战斗的微妙与复杂。 以徐楚与徐晃之战为例,徐晃作为曹操麾下的勇将, 其沉稳的战术风格与卓越的武艺交相辉映。 面对徐楚那看似纷乱无章的攻势, 徐晃以冷静的头脑与精准的应对,构筑起坚不可摧的方向。 每当徐楚发起猛攻,徐晃总能用稳健的步伐与精准的招式化险为夷, 使得战斗始终处于胶着状态。 最终,两人以平局告终,各自彰显了非凡的武艺与智慧。 在观徐楚与高兰之战,高兰作为元首麾下的猛将, 其力量之强,冲锋之勇,令人叹为观止。 在这场力量与速度的较量中,高兰面对徐楚那看似杂乱无章的攻击, 并未被其表象所迷惑,而是以更加猛烈的攻势予以回应。 两人的战斗,如同两股洪流相互冲击, 每一次交锋都充满了震撼与激情。 徐楚虽不断变换战术,试图寻找突破口, 但高兰的防守同样固若金汤,使得战斗难分高下。 最终,这场激烈的较量已平局收场, 两位武将的英勇与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展现。 徐楚,这位三国时期的骁勇战将, 虽在某些战役中未能摘得桂冠, 却以其卓越的武艺与深邃的战斗智慧赢得了世人的瞩目。 在与顶尖高手的交锋中,他虽未能独占凹头, 但那份毅力不倒的坚韧, 本身就是力量与勇气的最佳诠释。 其战斗风格,初看似杂乱无章, 实则暗藏玄机,每一招,每一事都透露出, 他对武学精髓的深刻理解, 与对战场瞬息万变的精准把握。 在那个风火连天的三国时代, 徐楚以他别具一格的战斗艺术, 成为了令人闻风丧胆的存在。 他的每一场战役, 无论胜负, 都如同璀璨星辰, 照亮了后世武者的前行之路, 留下了宝贵的战斗哲学与深刻的历史教训。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, 当面对实力稍叙的对手时, 徐楚展现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秒杀实力。 他的战斗方式瞬间变得淋漓而高效, 仿佛一顶出鞘的利剑, 以雷霆万军之势瞬间瓦解对手的防线, 其速度之快、力量之猛令人叹为观止。 以与李仙、李别、张仙等人的对决为例, 徐楚的战斗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战线。 面对李仙, 他如同猛虎下山攻势迅猛, 让对手措手不及, 几个回合之内便找到了破绽, 一击毙命, 对阵李别, 他更是将速度与力量发挥到了极致,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 给予对手致命一击, 展现了其惊人的反应速度与战斗直觉。 至于张仙, 在徐楚那无邪可击的战斗技巧面前, 更是毫无还手之力, 只能黯然退场。 徐楚, 这位三国时期的猛将, 用他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粒相实惠的真谛, 也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勇气、 智慧与力量的永恒传奇。 他所有的辛勤付出, 最终却如梦幻泡影般消散。 在交锋之际, 徐楚那超凡的战斗直觉犹如明灯, 瞬间洞悉张仙的每一个企图, 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反击, 将张仙的攻势一一化解, 最终将其击倒在地, 终结了这场纷争。 徐楚的战绩, 无疑是他作为顶尖武将, 实力的最佳主角。 他不仅在顶尖对决中, 展现智慧与技巧, 即便面对较弱对手, 亦能迅速终结战斗, 其秒杀之力令人胆寒, 这既是他武艺的巅峰, 也是他作为将领, 果断与效率的体现。 在三国乱世, 徐楚以他那魁梧的身躯和卓越的武艺, 铸就了不朽的传奇。 他独特的战斗风格, 虽在与爵士高手的对决中略显吃力, 但在面对普通将领时, 却能展现出惊人的秒杀实力。 然而, 当徐楚遭遇如魏延这般的一流强者, 局势便截然不同。 魏延, 属汉之阴阳, 以主角的武艺与冷静的头脑, 在战场上独领风骚, 其枪法犀利, 策略多变, 是一位能在战场上独当一面的将才。 当徐楚与魏延, 这两位势均力敌的武将交锋, 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即将上演。 此战或将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。 徐楚的战斗风格看似杂乱无章, 实则暗含深厚的武学造诣与丰富的实战经验。 他的每一次攻击都力尘势猛, 每一次闪避都敏捷一场。 而魏延则以他那精准的枪法与冷静的判断, 巧妙应对徐楚的攻势, 使得这场战斗充满了未知与变数。 在这场对决中, 徐楚或许会尝试, 以他那看似无虚的攻势迷魏延, 寻找一击毙命的机会。 但魏延绝非等闲之辈, 他的刀法既快且准, 能在徐楚的攻势中捕捉到稍纵即逝的破绽, 两人的较量, 必将是一场智慧与勇气的双重考验。 在激烈的交锋中, 双方展开了一场可能绵延至五六十个回合, 甚至更久的较量。 这不仅是肉体与技巧的碰撞, 更是毅力与意志的魔力。 随着战斗时间的推移, 徐楚的坚韧不拔欲发显现, 他的攻势如同潮水般汹涌, 未见丝毫疲态。 而魏延则以其敏锐的洞察力, 在徐楚的攻势中寻找着破绽, 企图以一致取胜。 这场对决不仅是力量的直接对抗, 更是智慧与策略的精彩演绎。 预计中的数十回合激战, 成为了徐楚与魏延, 全面展现自身武艺与才能的舞台。 每一次的交锋都如同火花碰撞, 既是对对手能力的极限试探, 也是自我潜能的挖掘。 这场战斗不仅仅关乎个人荣誉, 更是对双方武艺、 智慧及战斗哲学的全面考验。 它注定将成为三国历史中, 一段璀璨的篇章被后世传颂不衰。 在三国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, 武将的英勇事迹总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 虚处,曹操麾下的猛将, 以虎痴之名威震四方, 其勇猛无畏的战斗风格令人敬畏。 而庞德,作为马超麾下的得力干将, 同样以超凡的吴勇和坚定的战斗意志文明侠耳。 两人之间的实力相当, 不仅彰显了虚处的强悍, 也体现了庞德的不凡。 庞德能与被誉为五虎上将的关羽、张飞等, 蜀汉顶尖武将相提并论, 足见其吴勇之胜。 而虚处对庞德的赞赏, 更是对其潜力与未来的高度认可。 与此同时, 魏延作为蜀汉的一员猛将, 虽然在五虎上将中位列其后, 但其实力同样不容小觑。 魏延的武艺高强, 战斗风格独特而多变, 总能在关键时刻, 给予对手致命一击。 虚处对庞德的赞赏, 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魏延所具备的潜力与实力。 在这场三国历史的洪流中, 每一位武将都以其独特的方式, 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篇章。 此番情景实则微妙地映射了, 对魏延武艺的隐形赞誉, 预示着其拥有于顶尖高手分庭抗礼的非凡钱囊。 与三国风火连天的疆场上, 武将的武艺高低往往成为扭转乾坤的称托。 提及许楚, 庞德与魏延这三位豪杰, 尽管他们效忠于不同的势力, 却无一步以其超凡的无勇与深藏的战力潜力, 赢得了世人的瞩目与赞誉。 每一次交锋, 皆是他们自我极限的探索, 亦是对敌手实力的严峻考验。 在这片没有刀光剑影, 却暗流涌动的战场上, 他们不仅挥洒着武艺的辉煌, 更彰显出无畏的勇气与深邃的致谋。 许楚对庞德的赞誉, 其背后蕴含的亦是对魏延无声的鞭策与期待。 与这乱世三国武将的实力与潜力, 便是他们屹立不倒的基石。 许楚、庞德、魏延, 他们各自以独特的姿态, 在历史的画卷上镌刻着 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。 他们的战斗是力量的交响, 亦是智慧的火花, 在三国这浩瀚的舞台上, 他们的名字注定将异以生辉, 拥在实册。